老爷这位就是小唐小姐 当年您跟夫人在医院抱错的亲生女儿 小唐 我的女儿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既然回来了 这些寒酸的垃圾就扔了吧 姐姐你回来了 对不起 我知道你讨厌我 这些年都是我抢了爸爸妈妈的爱 要不然你也不会过得那么惨 我走 我现在就走 瑶瑶 你不能走 在妈妈心里 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瑶瑶 我安心的在家住着 不管谁回来 都不能改变你是我女儿的这个事实 不管谁回来 都不能改变你是我女儿的这个事实 瑶瑶 瑶瑶 这么晚了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怎么样 这全家最小的房间住的还习惯吗 对了 我忘了 你以前是住在最破的城中村里的 我住在这里挺好的 能找回家人 我也很开心了 对了 如果你有空 能回家见见爸爸妈妈吗 他们身体不太好 很想见见你 够了 那两个穷人才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爸爸是林氏集团董事长 而我就是林氏千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赶走我 你以为你真的能抢走我大小姐的身份吗 你从上到下一身全冤起 你拿什么和我比 我没有想和你比 你的身份地位 荣华富贵都是我的 而我 我让身败名裂 永远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 啊 瑶瑶 瑶瑶 你怎么了 瑶瑶 姐姐 我只是想在走之前 去看一眼爸爸妈妈 你为什么要推我 去看一眼爸爸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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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